渡源是谁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很陌生 但说起他演过的角色 阿怀相信很多人都记忆忧深 他是玉冠英中 外冷内热的基督队潘队长 是小于多个中的暴躁老爹张石将 也是北部湾人家中的浪漫老头 罗宣佑 还是近期军旅剧 号手就位中 一身正气的军官 繁巢 但鲜少有人知道 这位老戏谷早年 只是哈尔滨火车站的一个装卸工 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人生 1973年毕业后 渡源被分配到邮政局转运科 做接站员的工作 又是一天辛苦过去 渡源回到家后 躺在床上 跟那儿想 什么时候能不当装卸工了呀 1977年 国家回复高考 渡源一看 机会来了 在高考以前呢 在高考以前呢 我就考过什么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什么抗敌啊 空政啊 就都去考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刚恢复嘛 去招人嘛 我每天基本上在哈尔滨 就是能跑三四个考场 但是都考不上 在求考多所学校无果后 渡源把目标瞄准了中央戏剧学院 为了能考上中系 渡源找到哈尔滨画剧院的老师 安志明 教他狼声 我那个启莫老师姓安 叫安志明 在中系的考场上 说你也会啥 说得我啥都不 把这个报纸念念 意外的是 中系最后竟然录取了他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他的声音条件好 另一个就是他足够丑 那会儿的演艺圈 工农兵的形象 远比帅哥靓女吃香 1978年 渡源登上了哈尔滨 开往北京的火车 窗外除了为他送行的家人 还有一个渡源从四岁就认识 幼儿园小学在家 中学高中都在一起 火车徐徐的开动 这个女孩也跟着火车走 渡源把头伸出窗外 她在姐送我火车移动 我是咱俩搞对象吧 可她还没等到回应 那个女孩就在火车的 飞速开动中 变得越来越小 渡源在中系的日子过得很苦 因为班里60%的同学 都是来自专业话剧团 而她却没有一点基本功 所以什么压腿啊 什么形体那个根本就不行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 自个儿偷偷地 把那舞蹈教室的门开开 我们自个儿就是笨鸟 先被自个儿去练 为了能跟上其他同学 她每晚都去练工房 压腿练行体 我记得有一天 我进了那个练工房 我一看 渡源在那满身大汗的 满脸的汗珠子 还在那压腿 更可怕的是 那会儿的她 连小品复杂的生活练习 都组织不了 根本就组织不了 我不懂 生活练习比小品还简单 和同学们过大的差距 终于击垮了渡源的信心 她在一天晚自习后 找到自己的表演老师 藤岩 说她下个礼拜 想回哈尔滨呢 藤岩老师先是鼓励她 你现在是没开窍 开窍了 你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演员 然后藤岩老师又说 你这样回哈尔滨 你让你的父母怎么想 你的亲戚 邻居 怎么看你 各种鼓励 加分析利弊 渡源这才止住了 辍学的心思 四年后 渡源完成学业 回到哈尔滨 再回去的当月 就和青梅竹马的 那个女孩结婚了 1986年 渡源出演首部电影 《野山》 六年后 渡源的片酬涨到了 四百块一集 在电视剧《花开花落》中 她拿到一万两千块的片酬 除去开销的两千块 剩下的一万块 渡源全部带回家 交给了妻子 1999年 渡源凭借饰演《草房子》中 重视荣誉 且严厉轿子的 桑桥一转 成功拿下第十九届金鸡奖 最佳男配角 我既然把这个孩子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我就会让他活得好好的 路走得长长的 2003年 导演丁黑找到渡源 想让他出演电视剧《玉关一》 因为临近过年 拍摄地又在云南 渡源本不想接下这部剧 但是女儿坚持 让他接下这部戏 女儿告诉他 原著想说不但写得特别好 而且读者特别多 因为女儿的坚持 才有了后来外冷内热的 嫉妒警察 老他 我这一辈子 真正敬佩的人不得 他算一 2008年 渡源在电视剧《小姨多何》 饰演江武的父亲张石家 在这部剧中 在历史大背景下 个体的纠葛中 渡源和江武 一儿俩吵架 无疑是只有看见 你不认识字啊 我让你念 我不念 你先念我去念 你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知道 渡源和江武的骂戏好看 但却鲜少有人知道 他俩的戏70%靠即醒 在拍摄中 靠即醒演出的效果 超过剧本的演员 真的不多见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渡源陆续饰演了 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 没落的皇亲国企金大柱 咱们家是皇族后裔 门第中 逼着佟大为和余明家 成亲的老将军罗依成 谁结婚 没有啥来 苦刺虹中 一生戎马的西川王 刘吉祥 只要我刘吉祥还活着 还轮不到这个小兔崽子翻天 2017年 渡源参演电视剧 《北部玩人家》 在剧中 他和驰鹏上演了一场 浪漫至极的老年恋爱 在剧中 他给驰鹏送了五次玫瑰花 每次颜色都不一样 每次都要被不同的诗 这是我这一辈子 最浪漫的时刻 生活当中都没这么浪漫过 这部剧 也是渡源纪 1980年的 最后一个军离后 再次和驰鹏合作 戏里的渡源是如此浪漫 但戏外的渡源 却是个钢铁之男 有一次情人节 渡源给妻子送了四个轮胎 因为妻子的车 已经跑了十万公里 他觉得送轮胎最实用 当时 妻子直接白了渡源一眼 对了句 你想让我钻进去吗 我是在情人节快乐 他妈说你让我钻进去 后来渡源就学乖了 情人节他不仅送玫瑰花 每次还写张卡片 上面写着 老婆辛苦了之类的话 随着老一辈演员的 逐渐凋零和年轻演员 流量至上的现象泛滥 现存的老戏骨 就显得欲加珍贵 阿欢实事求使地说 渡源在一众老戏骨中 算不上拔尖 但像渡源这样 从一个火车装卸工 成长为演艺圈老戏骨 并且家庭美满幸福的演员 实在少见 最后 阿欢想说 希望多元老师身体健康 在健康之余 给我们带来几部好戏 您的存在就是给年轻演员们 树立的榜样